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改不掉的坏习惯其实是童年伤疤在发作 有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是说媳妇看婆婆每次烧鱼都把头尾切掉然后放进锅里煮 说是家族规矩所以媳妇也一样画葫芦 后来有一次碰到一个家族中的老人 媳妇好奇地问为什么家里的鱼要去头掐尾才能放进锅中煮 老人笑了 说那是因为以前家里锅子小整条鱼放不进去才这么做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些做法或者对待人事物的反应 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因应当时的需要所采取的 长大以后食锅进鲜就没有必要因寻就息了 但是如果不去探究 大部分的人都会按照以前的老方法对应事物 过日子不会改变 即使那个方法习惯对我们是有害无利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被儿时的精力所程序化的人 不但没有自由也常常作茧自负 让自己不快乐自在 有一个朋友就告诉我 每次他们全家去美国看婆婆的时候 常常因为出门的事情弄得不愉快 原来婆婆有怪癖 每次大家都准备好出门了 她突然开始收拾垃圾 一定要把厨房弄干净才出门 大家坐在已经发动的车上 无止境地等她把家收拾到满意为止才上车 所以每次出门都很折腾 解决方案就是 出门前大家一起帮忙收拾厨房 可是婆婆总是找点其他的活来做 好像就是不收拾一下不放心 在朋友看来 就是非要一伙人坐在车上 三催四寝 她才愿意上车 很烦人 后来她和婆婆聊天 追本溯源找到了根源 原来婆婆小时候就很心快 每次都帮妈妈做家事 打扫卫生 有一次她们出门几天 婆婆忘了倒垃圾 厨房也没有收拾干净 回来之后 厨房被蟑螂、老鼠弄得一片狼藉 所以被妈妈狠狠地揍了一顿 这就是她写下了 一个人生程序 出门前一定要把家里收拾干净 这个人生程序 也让她在每次出远门之前 都觉得忐忑不安 知道自己被这样的过往束缚的时候 就是要看这个人的意愿 想不想冲破牢笼 获得自由 成为一个自在的人 二 很多惯性需要打破 我们从事个人成长 希望自己愈来愈自在 快乐 有一个定律是必然的 成长过程中 势必要挑战自己的舒适区 让自己违逆惯性而做事 那么你就挣脱了幼时的制约和束缚 可以重新做选择 继而可以有个不一样的人生 像上面这个婆婆 年纪已经大了 让她接受心中的不舒服和疙瘩 放下不完美的厨房就出门 的确是比较困难的 但至少大家知道 这是她的痛处 怪癖 能包容她就好 但是如果是我自己发现了 自己身上的这种束缚 我一定想办法对着她 不会让她来 再次我的人生 再举一个例子 一个朋友一次到人家公司开会 到点吃中午饭了 因为会没开完 对方就点了披萨外卖 给大家当工作餐 结果朋友不然大怒 觉得对方瞧不起她 竟然这么随便打发一餐 朋友年龄不小了 也是有头有脸的培训讲师 为什么在这件事上过不去 回溯过去的经验 因为小时候 她爸爸常常用不给吃饭来惩罚她 她心怀怨怒 但是不敢言 所以日后在吃饭这件事上 被怠慢的时候 她就特别来气 如果知道了这是自己的问题 愿意承担 那下次再因为饭食问题 而心生不快的时候 这个朋友就应该知道 是自己小时候的创伤发作了 要和自己内在的那个痛苦 委屈 怨怒和平相处 接受他们的存在 这样就不会去找 外面人和事的麻烦 而一消大方了 有的时候旁边的人清楚的提点也很重要 最近我和助理到美国雪市达山住了一段时间 她要负责照顾我的生活喜剧 后来我们游学团的成员到了 有些人和我住在民宿里 每天早上要在固定的时间和住在其他民宿的同学会合出去玩 早上起来 我总是催着跟我住的那些姑奶奶 大小姐们要准时出门 但助理总是 慢条丝里的 洗刷碗筷 收拾桌面 嘴上还说 不过就是出去玩嘛 不要太紧张 急什么 所以我们总是迟到 让另外一车15个人等我们 我是一个不喜欢迟到的人 但是又不想每次都催促助理 所以当我们又迟迟出门之后 我按耐着面临迟到的愧疚感和羞耻心 带着好奇心问她 我很好奇 我们虽然是出去玩没有压力 但是让另外一车15个人巴巴地等着我们 你完全不在意吗 说好的时间不到让别人等 你不介意吗 她大概没有这样想过 好像很多人都不在意迟到 让别人白白等他们 我自己不喜欢等别人 也不喜欢迟到 但是她听懂了 也觉得说好了时间让别人等不好 于是她就自觉改进 每次都能够准时出门 所以一个人的习惯真的是太重要了 她时时刻刻在为我们的行为做选择 而我们的行为就像一颗种子 最终都会带来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最后组成了我们的人生 3.回关自己接纳意外 现在我每次会在无法心平计核的时候 好奇地去回关我自己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不高兴 为什么会想要批评别人 我发现后面的动机之后都会去修改自己 看起来这么做好像是跟自己过不去 其实对我们的终极自由来说 这是必要的步骤 比方说我讨厌没有效率 动作慢 愚笨的人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极其讲究效率 善用时间的人 所以我痛恨任何浪费我时间的人 事物 但是 我们知道 万事万物皆有一定的时 这个时机非常重要 我常常用自己的个人意愿去操控事情 不但容易得罪人 自己很焦虑 紧绷 更是常常不高兴 所以 后来我只要注意到自己因为效率问题 而心生怪罪和不满的时候 就会把骂人和责怪人的冲动放下 回头看自己 提醒自己 一切都有最好的安排 宇宙不是按照我个人的日程表 在运作这个世界的 有的时候放开心胸去接纳自己 没有想象到的节奏和意外 常常会带来惊喜 至少日子过得不那么紧张 这样一来 我的自由度和喜悦度 都能够大大的提高 而在自我承担了 其这要有效率的问题之后 我还是可以心平气和地 要求有关人事配合 就像我和助理的对话 我不是责怪 只是好奇地询问 让对方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 而愿意改变 我常常因为说话太犀利 直接而伤害别人 知道这个毛病以后 我也一直在调整自己 说话要有技巧 主要是在背后的情绪 能量特别重要 在生气的时候 心里有责怪情绪的时候 最好不要找当事人谈事 否则很容易不坏而散 拿自己的地位 权力 口才 气焰去碾压别人 只能成一时之快 最后我们还是要为自己 所有的言行后果买单的 朋友 你有什么常常和别人 起冲动的点吗 你能看得到 是自己的要求太多太高 自己的恐惧太多 过于控制 或是因为自己自尊心太强 太过于敏感导致的 让我们学习为自己负责 与此同时 让我们成为一个更自由 更自在 更和谐的人 外界风雨飘摇 而我们的内在 却可以如如不动 这是我 忠心向往的境界 你呢 好了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聆听 请把这篇文章 分享给身边人 让更多的人听到 我是阿豪 每篇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 每天打开美丽新篇章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聆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